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现了现场有一个人的尸体 因为已经经过了接杆长时间的焚烧了 所以这尸体呢 已经出现了残缺了 法医赶到现场之后 通过初步检验 也看到啊 有个叹化的人在这儿 经过进一步的检验 发现这遇害者呢 是一名女性 但是由于面部被焚毁很严重 看不清楚她的相貌 民警只是隐隐约约的 感觉这个女人呢 应该是染了头发 并且佩戴着装饰品 根据这副打扮 再根据尸体的一些特征啊 判断年龄应该是25岁到35岁之间 头发呢 应该是酒红色的头发 所以这就是法医的厉害之处 这都烧过的了 这要让咱看啊 他之前什么头发呀 咱肯定看不出来 但人家经过技术鉴定 就能够基本确认啊 这尸体 死者这两边呢 都有那个耳洞 另外一边呢 带着那么一个耳坠啊 打扮的非常的时尚 在现场 民警就开始四处寻找有没有体现遇害者身份的物品 可是找来找去 也没找出来 能反映出来这个受害者个人信息方面的物证 那是一点也没有啊 根据年龄来推断的话 这个遇害的女人呢 很可能已经成家生子了 因为毕竟二十大几岁 或者说是三十多岁啊 在这个县里面 在农村里面已经老大不小了 那么他遇害了 家人得有多着急啊 家人着急之下 会不会找警方报警呢 警方看到这现场 看到受害人之后 就知道 这又是一场难打的硬仗 从现场外观来看啊 这里的街杆呢 不是刚刚烧过的 应该烧过有几天了 或许呢 是因为现场比较杂乱 所以啊 一直没有被来来往往路过的村民发现 经过检验之后 民警认为这里应该不是第一现场 因为这个女人的头部呢 有撞击伤 也就是她的头受到猛烈撞击之后 头部又出血 又把这血块吸到了气管里面 堵塞了气管 堵塞之后 这叫吸入性窒息 最终窒息而亡 如果说这里不是第一现场的话啊 犯罪嫌疑人想着把尸体运到这儿来 肯定得用交通工具啊 你甭管是自行车 电瓶车 你还是开汽车 对吧 反正你不可能腿的扛着来 法医啊 随后对遗体进行了仔细的检查 也推断出来 女人遇害的时间大概是一周左右 尽管说尸体遭遇了焚烧 但是女人身上穿的睡衣啊 还是清晰可见的 民警呢 这时候就感觉有点不对劲 这睡衣好像不是这女人的 随后啊 民警就开始走访各个市场来进行查找 从这睡衣的颜色样式 包括上面的图案也找到了类似的 最终能够确定这个女人穿的是男式睡衣 这个女人为什么会穿男式睡衣呢 警方就判断 是不是这受害人临死之前 与嫌疑人就是住在一起 那么这起案子应该就是和情感纠葛有关系的 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情杀 至少是熟人作案 而为什么杀人之后 尸体还要用街杆进行焚烧 就是故意的破坏啊 就怕人把它给认出来 经过进一步勘察 民警啊 在受害人身边还发现了一些没有烧光的塑料编织袋的残片 就推断这很可能是包裹尸体用的 这袋子呢 就是做那种建筑粉刷啊 用的那种编织袋子 放涂料啊 放什么逆子粉呢 放白水泥啊 那一类的 通过残片上的字迹 警方也能够确定 哎 这产品呢 就是东海本地产的 销售范围基本上也就是卖往东海 销往外地的非常少 所以 警方当时更加确信 这个犯罪嫌疑人最起码是东海附近的 不会特别远 根据现场燃烧的痕迹也能够判断出来 燃烧尸体的时候啊 他不是用打火机直接点燃接杆 而是使用了汽油等助燃剂 民警呢 在现场还发现了一个塑料瓶盖 这塑料瓶盖像是那种塑料桶上用的 后期啊 警方也对这个白色塑料盖进行了检验化验 对现场的燃烧残留物也进行了提取 化验结果证实的确有汽油成分 那么 这个女人究竟是怎么遇害的呢 民警决定对案发现场附近的村民都进行走访 经过走访 距离现场大约500米处的一位人家的村民就提供了一条线索 据这个村民说呀 不久前的一天下午四点多 他曾经看见桥附近有火就给着起来了 当时这村民呢 能够看见啊 那是有个男的在那点火呢 但是因为离得远 也看不清那个男人的长相 说差不多到了五点半的时候就走了 交通工具呀 应该就是三轮车或者是面包车这一类的 时间呢 大概是十天前左右 是当地赶集的第二天 现在在全国很多农村地区还是有这种集市啊 特别的热闹 特别的方便 往往是什么逢三逢八 逢一逢四逢七 对吧 根据这位村民的说法 民警就推断出来 着火的时间应该是2015年3月27号 也就是清明节前一个多星期 这个时间和之前法医推测出来的女人遇害的时间 还是比较吻合的 确定了案发时间了 接下来有两个重要问题 死者是谁 凶手是谁 其实啊 从街道报案开始 查找师员的工作就已经开始了 咱们总说 遇到这种无名尸体案 最重要的就是查找师员 对吧 这一路上呢 民警重点查找了附近村子里的 二三十岁的年轻女性 看看有没有失踪的情况 或者离家出走的情况 可这一走访发现 本地村民呢 很多都外出打工去了 人员流动很大 所以人员失踪的情况也不好查找 大伙经常说三天两天不联系 家里边甚至十天半个月不联系 这都是正常的 往往啊 就是出了什么急事了 要找对方 发现找不着 可能着急报警 但通常情况之下说一个月半个月的不联系 不打个电话 家里不会在意的 这样呢 反而给民警提供了一个思路啊 这个女人遇害已经一周多的时间了 为什么没有家人报警 是不是说她平时跟家里联系很少 家里啊 平时也是不管不问的 或者有没有可能离过婚是在社会上游荡的 遇害女人的身份一时半会儿查不清楚 那么犯罪嫌疑人又是谁呢 警方啊 也在同步进行着分析侦查 由于受害女人穿着男性的睡衣 这表明很可能是熟人作案 于是呢 民警在分析之中啊 渐渐的就得出了几个关键信息 第一 年轻独居 有可能是未婚或者是离异的男人 同时又有单身居住的一个条件啊 就是至少得有地方能住 随后呢 就是这男女有情感纠纷就被男的杀掉了 当时警方是这样初步分析的 那么怎么查找犯罪嫌疑人的踪迹呢 由于目击起火的那个村民说了 放火的人可能是坐三轮车或者是坐面包车过来的 所以民警决定啊 先从附近的监控里面找找嫌疑的车辆 距离现场一公里之外 就是一条省道 省道上来来往往的有监控探头 经过仔细查看 民警就发现有一辆面包车 就拐向了现场附近的一条小土路 后来民警啊 就听正在地里干活的村民说 说那辆面包车在案发现场不远处停留过 警方当时就感觉哪那么巧合的事啊 这个车啊 刚走到这地方就起火了 而且在这停车停了好几分钟 根据监控那辆面包车的牌照号码让警方啊 哎查了个水落石出 这一查询发现车主是东海县某村的村民叫张海 民警呢 也没直接正面接触张海怕打草惊蛇 先通过外围了解就了解到这张海啊 在县城居住 但是他老家呢就在案发现场附近 平时张海这面包车也经常拉一些顺路的客人 老家呢有六间房子 但是现在没人住是空置的 哎 这可就符合作案条件了 各位 咱们之前分析了 要有单独居住的条件 人家有单独的住处啊 又有交通工具 人家有面包车呀 并且案发时间段里张海还来到过现场 那么张海有没有可能作案呢 接下来民警找到了张海和他正面接触了 张海说呀 那天下午啊 我办事路过了一下那附近 为什么在那停了几分钟呢 因为我亲戚家呀 在那种树了 我看了一下 根据张海经过现场的时间来推断 这张海应该是能看到起火的情况的 但是张海说他并没有看见 同时张海在说这些的时候 明显表情有点不太自然 一会儿啊 打个哈欠 一会儿啊 这两条腿这抖抖那晃晃 民警越看越感觉张海可疑 问张海话吧 他哈欠连天 问他困不困吧 他说不困 说我有急事 我想走 那么这张海 到底和案件有没有关系 凶手是不是他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了 警方的正面接触了这张海 可是你问他话呀 哈欠连天 哎呦 你看他打哈欠 你问问困不困呢 啊 想不想睡觉 我不困不困啊 我有事我得走 所以这张海的表现 处处透露出来 他不对劲 那么这张海到底和案件有没有关系 你想走 民警能放你走吗 在进一步询问之下 张海的说法啊 又变了 哎呀 你看你们刚才问我 我说没看见起火 其实我看见起火了 可后来呢 我听说那出了人命案子了 我怕牵连到我 我就不敢跟你们说了 我当时呢 反正就以为是放火烧树啊 还是烧什么呢 我也没看见什么其他的 张海说呀 当时为什么关注这火呢 因为他老丈人呢 种了一片树 他当时啊 就想看看树有没有被烧坏 仔细这么一看 发现着火的地方不是老丈人种树那 然后看了一下开车就走了 并且张海还说呢 他看见从起火点那 开出来了一辆面包车 也不知道啊 是不是跟这放火的人有关 那么张海说的这些情况 是不是属实呢 民警就分析 如果张海和这个女人遇害案件有关 他的面包车上肯定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 接下来民警就对张海的面包车进行了检查 经过检查 没发现任何作案的迹象 此外张海在现场附近的住房民警也进去 仔仔细细查了一遍 最后一看 这房间里边挺干净 后来警方呢 就把张海给排除掉了 如果张海不是犯罪嫌疑人的话 那么他说的 从起火位置开走的那一辆面包车 就有可能是凶手驾驶的 张海呢 也没看那么太清楚 更没记住车牌号 但是 哪怕没车牌号 你该查也得查呀 民警呢 加紧对附近村庄的面包车 挨个的过筛子 挨个的排查 很巧的是 就在发现遇害者的第三天 民警在走访之中了解到了一条线索 就和面包车有关 在这案发现场附近呢 有一家工厂 据厂里的工作人员说 这个厂子有一个员工 前不久突然离开工厂了 也没请假啊 突然就不来了 那么 案发之后突然离开本地的人员 这必然是调查的重点 民警了解到 那个不辞而别的员工啊 叫何刚 三十岁 性格呢 挺开朗 平时的爱好啊 就是上网聊天 他有老婆 但是老婆呢 经常回娘家 平时呢 他就跟老婆小孩一块住 不跟父母啊 老人呢 住在一块 老婆一走 他不喜欢网聊吗 就通过微信啊 摇一摇啊 或者网上QQ啊 这个就接触一些女性 据厂里的同事说 何刚走之前 刚卖掉了自己的一辆面包车 这刚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面包车也不是什么好车 也不是什么新车 他也不值什么钱 突然就卖了 警方就分析 他卖车是不是想潜逃 同时消除自己的犯罪痕迹 接下来民警就找到了何刚的母亲 何刚的母亲就说呀 他也没跟我细说 就说要去宁波就走了 为什么把那车卖了呢 说那车呀 总坏 何刚已经结婚 但是因为妻子经常回娘家 他经常单独居住 又有单独居住的条件了 又有面包车了 那么这就和之前警方分析的 犯罪嫌疑人的条件 那是比较符合的 可是民警对何刚的踪迹 进行一番侦查之后 又发现疑点了 何刚的母亲说 何刚是去了宁波了 但是呢 这一查 没去宁波呀 而是去了贵州 他为什么要跟家人跟自己的妈说谎话呢 带着疑问 警方进一步对何刚展开调查 发现何刚来 去贵州跟网友见面去喽 这是提前约好的 何刚是为了去见网友 既然是出去见网友的 那么他不跟家人说实话 这就也情有可原 对吧 所以呢 这何刚也没有作案时间 哎呦 接连查了两个人 这两个人的嫌疑又都被排除了 警方继续分析吧 认为女人的遇害很可能和情感纠纷有关 现在啊 年轻的女孩子们外出打工的情况越来越多 跟家人之间的联系呢 也不密切 同时随着网络的普及 微信哪 抠抠啊 各种各样的社交平台啊 你别看不跟家人联系了 但是你跟陌生人联系是越来越方便 尤其是异性陌生人之间 这种交流 一是方便 二是隐蔽啊 你到底跟对方聊了什么 别人不知道 家人也不知道 这对于警方破案来说 这都是很无奈的现实情况 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也增加了女性遭遇危险的可能性 对吧 在现实生活之中 谁还没遇上过几个人渣啊 那在网上 那可不就更多了吗 在查找犯罪嫌疑人线索的同时 警方呢 也一直没有放松 寻找这失踪失联女子的信息 就看看到底哪 有这个女性人员失踪了 失联了 就在发现遗体之后的第三天 这一方面的走访 也有了重大的收获 现场附近有一个村子 这村子里边有一个女人 几天之前和家人失去了联系 到现在还没消息呢 同时啊 家人描述的这个女人的长相啊 身高体重啊 反正跟这死者还是比较像的 这个女人呢 叫赵霞 28岁 据赵霞的家人说 赵霞呢 结婚了 夫妻俩呀 之前都在浙江打工 4月27号那天呢 赵霞正在工厂上班 就一个电话打进了工厂车间 这对方呢 说是赵霞的丈夫 要让赵霞回老家 赵霞接过来电话 反正机里乌鲁的啊 说了几句 就离开工厂了 再也没回来 但是这赵霞 他可没回老家 赵霞走了之后 电话也联系不上了 手机也关机了 人也找不着了 他还没回家 事后经过证实 问赵霞的丈夫 你那天给他打电话了吗 没有啊 赵霞的丈夫啊 那天根本就没有联系赵霞 这赵霞呢 长得挺清秀啊 挺漂亮 年纪呢 也跟遇害者相仿 并且民警发现 赵霞失踪的那一天 也和民警判断的 无名女子的遇害时间 是相符合的 赵霞走的时候 还带了两万多块钱呢 得知了这个情况 民警啊 迅速到银行 对赵霞的钱款问题 进行调查 结果发现 就在赵霞离开浙江工厂之后的四五天 有人拿着赵霞的存折 在银行取走了八千块钱 他账上就这八千多 被取走了 赵霞的手机打不通 钱也被取走了 这更让人有疑心了 同时还了解到一个情况 到银行取钱的可不是赵霞 而是一个男的 但这男的呢 头上戴一顶帽子 长什么模样 看不清楚 给遮住了 那么取钱的人 到底是谁 这赵霞 会不会有一些什么 情感的纠葛呢 甚至会不会有一些 婚内出轨的情况呢 据赵霞的家人说 应该不会吧 小霞他们夫妻俩关系还不错 但是民警还是得调查赵霞的这些社交软件的聊天记录啊 就发现这赵霞呀 喜欢聊天 聊天记录显示赵霞最近一段时间跟一个男网友聊的还挺多 这男网友呢 本名叫李辉 就是江苏东海本地人 三十岁 是微信里边那种摇一摇啊 聊天认识的 这个人呢 以前受到过打击处理 有过犯罪前科 干过诈骗 干过盗窃 而且案发之后 这个李辉也失踪了 哎呦 这李辉看起来跟这赵霞的失踪 这是脱不了干系呀 于是呢 民警就又开始查找李辉 经过一番寻找 线索终于出来了 这李辉呀 也没走远 还在东海县城里边呢 民警立刻赶了过去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 找到李辉的时候 哎呦 这赵霞呀 哎 也在那呢 赵霞人家什么事没有 俩人正坐一块聊天呢 民警之后这才了解到 前不久赵霞打工的时候 就是李辉冒充他丈夫 叫走了他 俩人到东海县 见面来了 据李辉说 赵霞的确是他叫走的 但是他没去银行取钱 那么 当时取钱的 又是谁呢 问赵霞吧 赵霞也不清楚 问赵霞的家人吧 有没有什么线索呀 赵霞家人一听 哦 知道知道啊 那那那什么老头子取钱去了 感情取钱的呀 是赵霞的老公公 当初呢 赵霞的存质也没设密码 公公呢 因为家里急着用钱 跟赵霞的丈夫说了一声 就把钱给取了出来 这一来 赵霞是安然无恙了 人还在这跟这网友见面聊天呢 遇害者不是他了呀 是 他没事了 那遇害者不是赵霞能是谁呢 在发现无名女尸之后的三四天里 除了赵霞之外 各村的老百姓们都反映情况 我知道谁谁失踪了 我知道谁谁跟家人失去联系了 一共啊 线索上来了这么二十多个 排查了这二十多个失踪失联的女性 查来查去 最后这人都找着了 没有人遇害 所以这线索也就全部中断了 到目前来看 这个案子有点无从下手了 也没找到跟嫌疑人相关的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被害人是谁也不知道 但是警方依然认为应该是熟人作案 各方面的痕迹啊 现在能够排查出来分析到的线索 也都指向熟人作案 在这呢 也给大伙科普这么一小下下啊 犯罪学里边有个理论 就是60%的案件都是熟人作案 为什么呢 坏人他也不傻 见着陌生人也不知道人家底细 对吧 除了小偷小摸的 一般情况之下呀 他也没那么大胆子 但是熟人之间作案呢 毕竟是熟人嘛 是朋友啊 是亲属啊 对吧 关系密切啊 那么你这种防范心理就会越低 你就越不提防 往往也就越容易让对方得手 那么咱们再说回这案子 到底受害者是谁 谁害死了他 上期节目啊 咱们提到了 这警方对犯罪嫌疑人大概有一个模拟画像了 判断的呢 大致是有一些关键信息吧 年轻的男性 有独居的条件 喜欢上网聊天 跟遇害的女人可能存在感情上的纠葛 如果啊 俩人是完全不认识的 是偶然作案随机性的作案 那么不至于打死完人之后 还费尽巴拉的去焚尸 在发现遇害者之后 民警啊 在三天的调查之中 陆续查到了一些疑似犯罪嫌疑人的线索 但是最终呢 也都被排除掉了 对于符合条件的犯罪嫌疑人的摸牌工作 警方始终没有放松 只不过这一回 在走访之中调查的更细致了 在警方开始调查的第四天 一条重要的信息就被警方捕捉到了 现场附近有一个村子 这个村子有一村民叫刘涛 在刘涛家里边 这几天刚刚进行了装修 但是他家的装修可有点不同寻常 平时啊 如果说装修 你要是粉刷刷刷墙 应该是先把主楼给刷了吧 平时住人的地儿给刷了吧 哎 他家呢 主楼不刷 给小厨房重新刷了一遍期 而且粉刷墙壁是他自己干的 没有专门找师傅 照理说这厨房是油烟最大的 这墙是最脏的 对吧 你刷干净了过一阵 他该脏还是得脏啊 这刘涛呢 三十四岁 几年前离婚了 目前自己单独居住 在他的家里面 警方还发现了一些刀具 并且刘涛家还新买了两个冰柜 各位 谁家里边 说没事买俩冰柜呀 你哪怕说平时吃的东西多啊 需要放到冰箱冰柜的东西多一个大冰柜够了吧 哎 他买俩 警方就问他你买两个冰柜干什么呀 他说了 我呀 想做点肉食加工的小生意 随后民警也这周边了解 这刘涛他不擅长这门手艺啊 你说我不会做这玩意儿 我专门做这出去卖去谁买呀 这个人呢 他也不杀猪 也不懂屠宰方面的手艺 更不会说把这个肉做的香喷喷 是吧 让人闻了之后就忍不住想买想吃 他没有这能耐 这情况就让民警起了疑心了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刘涛粉刷厨房是不是为了掩盖什么 买冰柜又是不是为了盛放什么特殊的东西呢 当时警方有一个大胆的设想 会不会啊 是其他地方的女网友被他骗过来 把别人害死之后啊 一时半会儿抛尸抛不出去 放冰柜里边隐藏呢 而他家发现的那些刀具 是不是就是杀人分尸的工具呢 在对刘涛家的走访过程之中 民警啊 还在刘涛家的厨房地面上 发现了一些细微的东西 就墙角那儿有一些红色的细微的 什么东西干涸的痕迹 警方随后进行了取样 不擅长肉食加工的刘涛 为什么突然弄起这些 面对询问 刘涛有点支支呜呜的 民警就问他 谈没谈对象啊 没有 有没有女的上你这边来啊 没有没有 那有没有去哪跟女的约个会什么的 没有 最终他告诉民警 前一段时间呢 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外地的女网友 想让对方呢 到本地来生活 那个网友啊 擅长肉食加工 刘涛就想着 以后俩人成家了 在村里呢 开个小肉食店 熟食店的 所以把这厨房装修了一下 厨房看着干净 人家吃的也放心呢 因为和女网友的这种网聊经过以及谈婚论嫁的这情况 他没有告诉父母呢 他担心父母啊 不同意 所以一直没说这事 根据刘涛说的情况 警方对他说的那个女网友进行了调查核实 结果和刘涛说的一致 同时在刘涛家的地面上提取的那红色印记 检验结果也出来了 那不是邪 那是油漆 再加上后来啊 对邻居也进行了走访 邻居们就说 哎呦 这粉刷墙壁啊 是在作案之前了 这应该跟他没什么关系吧 转眼这四天过去了 这无名遇害者案件 还是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一直查不出来这遇害女人的身份 但是警方仍然认为 但凡作案者 甭管你怎么演示 怎么伪装 你总会留下蛛丝马迹 顺着线索去查 一定会有收获 对于刑警来说 现场勘察 往往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起火的现场 嫌疑人留下的痕迹并不多 最明显的就是咱们之前节目 提到过的那个塑料桶的盖子 民警就分析这嫌疑人 应该是用塑料桶装了汽油 拿到现场滑滑一泼 对尸体进行焚烧 那么桶装的汽油是哪来的 哎 对 桶装汽油是哪来的呀 警方啊 就对全县所有的加油站 包括那些小加油站 都进行梳理摸牌走访过筛 其实对于桶装汽油的查找 立案之初就已经开始了 各个加油站甭管大小都有监控摄像头 如果犯罪嫌疑人去加油 一定会被拍摄下来 但是按照相关规定 加油站只能给车加油 你不能卖这种散汽油啊 我拎个水桶过来 对吧 我拎个什么油漆桶过来 给我来一桶吧 这不行 四天以来警方呢 对大大小小的加油站呢 加油点啊都进行了走访 但是都没有获得有价值的线索 直到案发之后第五天 民警啊走访到了东海县城郊的一处 比较偏僻的地段的时候 在一个超市的门口 发现了一个特别特别小的加油点啊 这个民办的加油点呢 离案发现场太远了 在县城北边 民警呢 就是例行的询问呗 对吧 也没报特别大的希望 但是在对超市老板询问的时候 一个信息让民警立刻警觉起来了 超市老板说了 差不多十几天之前呢 还真有一个年轻的男的来这买过汽油 当时那男的呢 就是拎着一个塑料桶来的 打了五十块钱的汽油 是那种十公斤的汽油桶 那种白色的塑料桶 老板呢 当时也考虑不给打这散装汽油 但是啊 这男的一直就说 哎呀 我的车在家没法开 没油了 这才打散装汽油 经过仔细询问 民警这才了解到 这个男子来买汽油的那天 正好就是案发现场起火的那天 哎呦 听到这儿 民警就敏锐的意识到 那个来买整桶汽油的男子 值得认真的调查一下 哎 说来也巧 这个来加油的人呢 老板还认识 说实话 要不认识也就不卖给他了 之前很多回 这个男的呢 都来这加油站来加油了 老板说呀 那个男的过去呢 除了加油 还总来店里边买东西 脸熟 虽然不知道名字吧 但是啊 应该就住在附近的一个小区里 随后 民警就发现 那个小区啊 有十几栋楼 好几百住户 这去哪找去呀 这男的到底住哪一户呢 问问小区的保安吧 保安就想起来了 哦 那什么前几天哪 不 我看见一夜主出去买汽油去了 就在他买汽油回来之前 还在自己家里 也不烧什么东西 烟都从窗户里冒出来了 哎 你看 你看 那楼顶上啊 就就就就就那个屋子啊 我那是应该是卫生间窗户吧 呼呼的往外冒烟呢 保安呢 当时赶过去之后 那个业主就说 烧的是前期的一些东西 说我们原来呢 在一起 最近呢 他总来找我的事啊 我气的 把他东西就都给烧了 保安当时就觉得虚惊一场 没出事就得了呗 但听到这一些 民警更有疑心了 前期的东西你不想要 你扔了去呀 外边那么多垃圾桶呢 对吧 你为什么要在屋子里烧了呀 你哪怕外边找个荒郊野地烧了也行啊 在屋子里烧东西 不怕把房子给点了 民警在一了解 那个业主叫张忠 35岁几年之前离了婚了 目前单独居住 各位 这可就又符合警方的 那个对犯罪嫌疑人的大致的刻画条件了 对吧 有单独居住 年轻 同时更重要的是什么 这个人呢 有过犯罪前科 因为非法经营 被公安机关处理过 更要命的是因为抢劫 被外地的公安机关也处理过 于是民警围绕着张忠 进行了暗中调查 张忠楼底下的邻居啊 就跟民警说了一事 说张忠烧东西的当天早上 就听见他家里边有那种不太对劲的声响 上边的就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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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来回跑的那声音 就跟是打架的时候啊 一个人在前边跑 一个人在后边追似的 同时还听见像是有个女的喊了两声 买了整桶的汽油 还在家里边烧东西 早上屋子里边还有吵架打斗的声音 还有女人喊叫的声音 这些情况综合起来就让民警高度警觉 单身了又找了一个女人是不是两个人之间发生了一些纠葛 此外民警还了解到这张忠开的车就是一辆面包车 并且和案发现场目击者看到的车型是相符的 种种迹象表明张忠很有可能涉嫌无名女子遇害案件 在这种情况之下 警方立刻对张忠采取了强制措施 什么叫强制措施啊 把它控制起来呗 那么张忠的确和这案子有关吗 上期节目咱们提到了 警方啊发现了一个有着重大嫌疑的人叫张忠 于是果断的把它控制了起来 被控制之后啊 张忠一开始表现的可无辜了啊 在控制张忠的同时 民警对张忠家也进行了勘查 经过勘查 发现张忠家卧室的墙也刚刚粉刷过 但是透过这粉刷墙的那粉刷层 还是发现了有血的痕迹 此外 在他家的厨房啊 卫生间里啊 也提取到了一些血迹 另一路民警对张忠的面包车也进行了检查 同样发现了点滴状的血迹 随后民警把这些样本和从遇害女人尸体那提取到的样本进行比对 结果发现是同一个人 这叫什么 各位 这叫铁证如山 在这证据面前 张忠终于向警方供述 这个女人就是他在家里杀害的 然后开着车把尸体就运到了村边 那么受害者到底是谁呢 张忠说呀 那个女的叫方方 二十八岁 就是东海本地人 曾经在南方某城市打工 张忠和方方呢 是半年之前通过网上聊天认识的 见面之后 他一看这方方 那叫一见钟情 哎呦 这姑娘长得又狗狗又丢丢 当时啊 张忠就说 我第一回见面 我就感觉这小姑娘 长得蛮板正的 是可以跟我过日子的 我离婚好几年了 一直希望尽快找个人重新成个家 我对他印象不错 他对我印象也不错 哎 照理说情投意合 怎么最后 张忠就对方方做出来 如此不可思议的事情呢 张忠说呀 事情的起因 是跟一笔借款有关的 认识不久 有一回方方来找他见面啊 就跟他借了一万多块钱 说是去买保险 张忠喜欢人家呀 行啊 可以呀 我给你 随后方方就说 这算我借你的 我有钱了 再还你 当时方方要一万二 张忠呢 大方 给了他一万五 意思呢 就是你看 我对你多好 对吧 我给你一万五 剩下三千块钱 你平时零花 讨这个姑娘的喜欢 张忠这时候啊 并不了解方方的真实情况 张忠说之后 方方就又出去打工了 直到前一段时间 方方又从外地回来 在他们家呢 住了一晚上 就是这头一天夜里还挺好 对吧 俩人春宵一刻值千金的 可第二天早上一起来 方方可就变了脸了 就提出来 我不想跟你再处下去了 我要走了 随后这张忠都傻眼了 不是 什么情况啊 咱俩这要结婚的呀 然后这方方就说 你想跟我结婚 你是做梦的 这回张忠也火了呀 你人非走 你走就走吧 那么你把你钱的给我呀 我给了你一万五呢 这么着我给你俩选项啊 第一 你跟我结婚 过日子 第二 你把钱给我 方方也说想结婚 那也行 你给我买房买车 我就跟你结婚 张忠他也没那条件呢 再者说他也生气呀 俩人你一言我一语 可就吵起来了 俩人就发生了口角 方方想走 张忠不让他走 然后啊 这俩人就从吵 变成了有这种肢体动作啊 可就打斗起来了 在打斗过程之中 方方毕竟是个女孩子 他哪打得过人高马大的张忠啊 这张忠呢 也不理智了啊 抄起什么来 说动手打就打呀 慢慢的 这方方可就没有了动静了 这时候张忠一看 完了 我杀了人了呀 慌了神了 赶紧把带血的衣服 床单子就都烧了 就在自己家烧的 这才让保安给看见了 张忠呢 去外边买了汽油 然后开车 把方方拉到了村边 可是 直到他把方方杀死 把方方给烧了 同时警方又抓住他了 哎 这么长时间了 张忠始终不知道方方姓什么 随后警方经过进一步的调查 具体怎么调查的 咱也不知道啊 最终得知遇害的女人 是东海县某村的李方方 这李方方呢 28岁 几年前离婚了 而直到民警前去调查的时候 方方的家人还不知道方方的状况呢 啊 是吗 出这么大事啊 那没联系吗 没联系 平时也没联系啊 那你们不知道方方有对象了吗 哦 都有对象 不知道 说方方呢 平时基本不回家 最多在家吃顿饭就走了 家人说的话 方方也不听 后来也就懒得管了 方方的母亲说呀 自打离婚之后 自己这闺女的情绪 变得越来越急躁 稍微说两句 她窜火 在外打工的时候呢 方方也不怎么往家里打电话 平时她不是在外边打工吗 所以很少回来 家人跟她呀 基本就是一个半失联的状态 因为方方之前结过婚了 在当地农村家人就有这么一个观念 就结过婚的女儿 那就是嫁出去的人了 嫁出去的女儿 那就是泼出去的水了 你尽管说现在又离婚了 但是跟我们这个家关系也没那么大了 据方方的妹妹说 事发之前 方方似乎的确需要用钱 方方还跟妹妹也借了一万块钱 至于方方为什么会被张忠杀害 方方的家人说 他们也不清楚 他们都不知道还有张忠这个人呢 但是方方的妹妹说呀 方方这个人呢 很热情 就是脾气啊 有点直 平时什么话都往外说 说话特别容易得罪人 不像人家有心眼的 说方方呢 没坏心眼 平时直来直去 不怕得罪人 有什么说什么 方方遭遇了这样的不幸 让她的家人确实一时半会儿也接受不了 其实在案发之后 凶手张忠马上也感觉后悔了 张忠说呀 每一天他都在反思 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他说呢 过去他做过小生意 家庭美满很幸福 可几年前出了一场车祸 把一切都改变了 从那以后脾气就有点坏了 当时张忠啊 被撞得蹊跷流血 他说我脑子说实话都受伤了 才成现在这样子 我出了车祸以后 我受不了人家说什么三言两语的 只要稍微说一点 我就受不了 我这心里边就往上拱火 养好了伤不久 张忠就离了婚了 他说这是他人生之中遇到的第二个大的挫折 后来做生意 你得养活自己啊 还做什么赔什么 手里呢 也没什么钱了 作为他来说呀 这两年就只有一个强烈的愿望 那就是成家找媳妇 在心情非常沉闷啊 忧郁焦虑的情况之下 独自生活了几年 在网络上认识了方方 这让他觉得生活又有了希望 张忠当时见着方方还想呢 什么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他就想 我这福算是来了 在他借钱给方方的时候 心里就已经开始憧憬向往着了 哎呀 我跟方方结婚之后 我们俩天天要怎么样生活 所以后来方方提出分手 他没法忍受 经历了这件事情 张忠也说 哎呀 我对待感情太不理智 太不成熟了 我太后悔了 但这世界上哪来的后悔药啊 所以说呀 做任何事情得三思而后行啊 据张忠自己说 方方呢 一开始答应跟他结婚 后来又反悔了 最后张忠就觉得自己是人才两空 情急之下才动了杀心 不过不管他怎么说啊 最终做出来杀人的勾当 这都是令人发指的 这就是张忠心狠手辣 但是呢 也有一些值得让我们思考的地方 这起悲剧一个重要的根源 就是那一万多块钱 一万多块钱 在当年来说啊 对于一个普通老百姓 对于一个农村 又没有正式工作 做生意 做什么赔什么的人来说 这是一笔巨款 这是一笔大钱 对于方方来说 没有钱用了 跟人借钱 这我们都能理解 这很正常 但是对于张忠来说 还没有那么熟悉的时候 你还没有那么有信心的时候 你就把这钱借给对方了 那么这就埋下了隐患 埋下了最终的导火索 其实有专家建议啊 就是在恋爱期间 在没有那么了解对方的情况之下 动钱的时候一定得小心 当然你说平时吃个饭 看个电影 你不花钱 那谁跟你啊 是不是 但是当动大钱的时候 那就一定得三思而后行 不是说钱不能动 但是得认清楚对方是什么人 同时我们再从女方的角度来说说啊 女孩子现在很多在外边上学的呀 在外地工作的呀 啊 到了年纪了 那得谈恋爱呀 得搞对象啊 甚至得这个结婚呢 得成家呀 他都会有婚恋的经历 这就容易产生婚恋的纠纷 一旦说遇到纠纷了 当你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时候 对方人高马大 自己呢 这娇小柔弱啊 那怎么办 先赶紧退让啊 千万别两个人同时生气 你一句我一句 你说的难听 我说的更难听 一下这矛盾就升级了 这火就窜上来了 当看到有矛盾升级的可能的时候 第一步退让 退让完之后怎么办 不是说咱怂着 等冷静下来了 或者自己已经确保自己安全万无一失的时候 比如说第二天我去找家人了 我去找朋友了 然后再来解决这个问题 最后再来说 现在网恋的人呢 越来越多 说网恋一定不可取吗 不是 我身边也有朋友 人就网恋奔线 夫妻俩生活和和睦睦啊 甜甜蜜蜜特别好的 但是网恋 因为谁都不了解 谁谁都不熟悉 谁对方是什么人 咱也不知道 一定要是清清楚楚之后 深入了解之后 再来进行下一步 所以啊 也是给大家一个建议 网恋有风险 奔线 须谨慎啊 咱们今天呢 来说说江南神探板块 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案例 这就是1955年 上海南昌大楼 医生妻子被杀案 1955年3月31号中午12点左右 正在上海市公安局刑警处值班的警法科副科长端木洪玉接到了一起报案 报案人呢 是家住在茂名南路南昌大楼的七楼A市的南阳医院的穆瑞芬医生 咱们在这呢 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南昌大楼 南昌大楼一开始啊 叫阿斯特区莱特公寓 是由外国建筑设计师列文设计的 1933年建成的 距离现在这已经快100年了 90年的历史了 最大的特点呢 就是保姆楼和公寓楼是分开的 以及它里面的设计是主仆分明的 1994年南昌大楼入选第二批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好些个名人呢 都在这儿住过 包括整形外科专家 张迪生 包括瑞金医院皮肤科主任朱仲刚 钢琴教育家丁幸仙 魏肠道专家 唐振夺 以及工商界著名人士唐军远等等 都在这儿住过 能住进南昌大楼 在当时就意味着啊 你这身份是很高贵的 那么这穆瑞芬医生报警啊 就说他上午出诊完回家 没见妻子来开门 自家的女佣呢 在附近找了一上午都不见人影 用自己的钥匙打开房门之后 就发现自己的妻子胡舒珍 死在自家卧室的床上了 接到报警之后二十分钟 端木洪玉就带着自己手下的侦察员们 赶到了南昌大楼 穆医生的家 当他们赶到的时候 是女佣给开的门 穆医生正坐在外屋的沙发上 情绪啊 已经稳定下来不少了 见端木洪玉进来 打算起身 被端木洪玉呢 制止了 随后端木洪玉来到案发现场 也就是卧室 站在门口往里边望了望 发现卧室里边啊 非常的凌乱 明显被人为的翻动过 死者胡舒珍就羊脸躺在床上 浑身是血染红了身底下的白床单 端木就初步判断 这是一起上门抢劫杀人案 根据穆医生的回忆 早上他起床洗漱完毕之后 女佣谭秀玲已经准备好了早餐 他跟妻子共同吃完早餐之后啊 妻子又给他收拾 打扮了一番 送他出门 还嘱咐他呢 早点回家吃午饭 他点了点头 还说了 中午啊 请女佣多准备两只菜 在当时啊 包括现在 很多老上海人 说几个菜或者几盘菜的时候 都是用汁的 说完了 这穆医生呢 就接过妻子递过来的小皮包 上班去了 一切跟平时都没什么两样 因为当天呢 上午病人不多 就接待了三个病人 所以上午十点三十五分 穆医生啊 就跟和他搭班的刘医生 打了个招呼 就提前回家了 因为南洋医院和南昌大楼 距离不远 沿着南昌路 步行一公里左右 也就到了 各位想了一公里 也就走个十几分钟 穆医生呢 到楼下的时候 看了看表 是十点五十五分 随后就进楼上电梯 在那个年代 人家这是有电梯的啊 这电梯呢 到了七楼以后 穆医生走出电梯 走到自家门口 敲了两下门 也没人答应 再敲两下吧 还是没人回应 这时候啊 他就觉得奇怪了 因为平时 妻子只要听到 他出电梯之后的脚步声 就会把门打开 迎接他回来 而且 这天早上 妻子还特地嘱咐他 早点回家呢 他这时候就想 是不是他出门 去附近的熟食店 买我最喜欢吃的猪尾巴去了呀 但再一想 不可能啊 平时这种事啊 都是让女佣去 那这个时候 女佣 应该在家里收拾呢吧 可是 女佣 也不在家 当他准备掏钥匙 开门的时候 这女佣啊 慌慌张张的回来了 先生 早上您和太太 用完早餐之后 我就上街去买小菜 临走的时候 太太关照 说中午 要多烧几个菜 我买完菜回来 太太房门关着 我敲了半天 也不见太太开门 我着急 只好到街上去找 可是找来找去 也没找到 这时候 慕医生自言自语的说 奇怪 太太会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随后女佣还跟他说呢 先生 太太出去了 总归会回来的 于是呢 就请这慕先生啊 先开门 他呢 好进去做午饭 慕医生掏出钥匙 开了门 就闻到一股子血腥味 他是干医生的呀 闻到这股味 他是有一种职业的本能啊 他立刻跑到卧室 就发现妻子 杨莲 躺在床上 上半身呢 盖着被子 身子底下 一大片的血 一大片的血 慕医生当时可就呆住了 女佣看见这场面 吓得是魂不附体连滚带爬 跑出去叫人了 端木红玉 听完慕医生的叙述之后 愈发的确定自己之前的判断 这是一起上门入室抢劫杀人案 随后啊 他请慕医生清点一下 看家里少了些什么 慕医生呢 这才清醒过来 清点了一下说 家里被抢走了一个 两克拉半的钻戒 两克拉半啊 这放到现在都价值不菲啊 除此之外呢 还少了两块手表 一个相机 还有七百元的现钞 就这些 当然了 当时啊 说的这七百元现钞 用的是第一套人民币啊 对于慕医生家来说呢 不算多大的数目 真正大伙知道的 值钱的老板人民币 是第二套人民币 但是钻戒手表和相机 这在当时都是价值不菲啊 太贵重了呀 所以财务损失情况 是非常惨重的 这警察通过对慕太太 进行尸检 尸检结果也出来了 死者头部有钝气伤 胸部有一处 正中心脏的锐气伤 这一处是致命伤 另外负责群众走访的 侦察员也报告 说负责操作电梯的 师傅说了 从早上到现在 没有生面孔坐过电梯 全都是住在楼里的熟面孔 最后这沐医生啊 还跟警察提到了一个细节 说他的妻子警惕性还是很高的 听不到熟人的声音 一般是不会开门的 这是从小到大养成的习惯 妻子有很强的遍听能力 能听出不同人不同的脚步声 所以他能准确的听出来自己先生 还有家里女佣的脚步声 能够提前给先生开门 这一点也得到女佣的证实 女佣也说了 说太太的耳朵是真好使 哪个脚步是我的 哪个脚步是先生的 一听就听得出来 经过现场勘察 室内门窗完好 室外墙壁也没有攀登的痕迹 门锁没有被撬被破坏的痕迹 再根据之前的那个细节 端木洪玉就判断 这门是死者穆太太 自己主动打开的 这起案子 有很大的可能是熟人作案 并且端木洪玉也大致勾勒出了犯罪过程 罪犯在穆医生走出大楼 女佣出去买菜的这个时候 没坐电梯 而是走楼梯 上到七楼 敲开了穆医生的家门 然后趁木太太不备 用顿器把她敲晕了 抬到床上之后 用被子蒙住了 然后呢 自己就在翻箱倒柜的找财物 在这个过程之中 木太太醒过来 并且试图呼救 罪犯为了灭口 用锐气直刺木太太的心脏部位 把她刺死在床上 咱们接着上期节目来说 根据罪犯选择的路线来看 说明对南昌大楼 是非常熟悉的 从现场被翻动的程度来看 凶手至少有两个人 从被抢的物件来看 凶手有一定的文化层次 是比较实惑的 一开始啊 有民警就怀疑作案凶手 就是木医生或者女佣 谭秀玲 不过很快端木红玉 就否决了这个想法 木医生跟木太太啊 结婚好些个年了 感情特别深 这一点 楼里的邻居 也都能帮助证明 木医生在外边 也没有沾花惹草 木太太也没有在家偷汉子 木医生没有任何的作案动机 更何况案发时 医院里边的同事也能证实 木医生正在医院作诊的 根本没有作案时间 而女佣谭秀玲 当年54岁 是解放之后 从苏北老家来上海帮佣的 到上海工作呀 已经有三年了 在给木医生家服务之前 先后给四户人家服务过 为了慎重起见 警察先后找到了谭秀玲 曾经服务过的那四户人家 进行询问 嘿 用现在的话来说吧 这四家的户主啊 无一例外 给谭秀玲 都是打得五星好评 并且至少还都是 百字以上的好评文案 就说这谭秀玲啊 在服务期间 干活特别卖力气 人呢 也忠厚老实 这四家里面呢 有两家是因为服务对象去世了 有两家呢 是因为搬家了 这才不得不终止雇佣谭秀玲 说分别的时候 还都挺舍不得谭秀玲的 另外还得知 谭秀玲在上海 就自己一个人 也没有亲戚朋友 都是住在雇主家里 没有自己的住处 所以女佣的嫌疑也被排除了 随后侦察员又对3月31号当天 南昌大楼里留在家里的住户 进行逐一的排查 结果发现呢 案发时 大楼里的住户都是些行动不变的老弱病残 成年人都上班去了 根本没有作案的可能性 总而言之一句话 调查进行了十天 一点线索也没有 4月10号的时候 这端木洪裕呢 也没回家 自个儿一个人呢 在办公室里边 一根接一根的抽烟 在那苦思冥想了一夜 4月11号 手下的侦察员都到齐了之后 黑着眼圈的端木洪裕 就给他们布置了一个新的任务 就是马上出发 迅速查清南昌大楼 从解放以来 从楼里搬出去的人家 另外呢 继续严查 木家丢失的钻戒 手表 以及照相机的下落 侦察员们 现在也仗二合上 摸不着头脑啊 但长官下令了 那还是迅速的执行命令吧 第二天呢 老闸分局 传来一条消息 他们抓获了一名叫岳俊卿的敌特嫌疑人 在搜身的时候啊 居然发现这个人的左手上臂臂弯那儿啊 就上胳膊快靠近胳膊肘这儿 戴着一个手表 手表没戴在手腕上 而戴在这壁弯这儿 这就值得怀疑啊 大概率的 是不希望别人发现他戴着表呢 这就意味着这块表 可能来路不正 端木红玉 立刻亲身赶往老闸分局 审讯岳俊卿 岳俊卿啊 很快就招供了 说这块表 是杨士丰 杨士奎兄弟俩卖给我的 而这块表 经过沐医生辨认 正是被抢走的 两块手表里面的一块 端木红玉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异常的兴奋啊 当时就通知 正在查南昌大楼原住户的手下们 停止其他方向的排查 专门查杨士丰和杨士奎 是不是曾经南昌大楼里的住户 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还真是 杨士丰杨士奎这兄弟俩的父亲呢 原本呢 是一家纺织厂的老板 家底挺阴实的 原本住在南昌大楼里 因为父母溺爱 兄弟俩从小游手 好闲好吃懒做 花钱跟流水似的 这杨老板呢 在解放之后头一年就病逝了 兄弟俩也没经营能力 工厂就倒闭了 并且被人民政府接收 随后不到一年 杨老板原来的家底就让这哥俩呀挥霍得一干二净 这兄弟俩又没别的经济来源 只好全家搬出了南昌大楼 游手好闲 那又是挥金如土 他没法经济不紧张啊 他就得急着用钱呢 他们又对南昌大楼的情况 非常的熟悉 跟穆家呢 又是老邻居 这就很完美的符合 端木洪裕 之前对凶手的刻画 于是端木洪裕下令 抓捕杨士风 杨士奎 这兄弟俩 很快就被抓获归案 这一过堂啊 这俩少爷公子哥的胚子 哪是人民警察的对手啊 立刻就招供了 他们和岳俊卿合谋 去穆家抢劫杀人的犯罪事实 据这哥俩交代 他们的父亲还活着的时候 这俩人呢 就认识岳俊卿了 三个人可以说是臭味相投 关系可好了 父亲去世以后啊 他们被迫搬出南昌大楼 这手头就紧张了呀 俩人又过惯了 花钱如流水的日子 这节衣缩食的生活 那过不了 过不下去呀 这时候呢 岳俊卿手里头也缺钱 就提议咱们抢劫吧 仨人呢 就凑在一块商量 抢谁呀 杨氏兄弟啊 就觉得原来南昌大楼里的邻居穆医生家里边有钱 平时穆医生上班 家里就只有穆太太胡淑珍一个人在家 他们呢 也认识穆太太 可以把门给骗开 于是在三月三十一号 三个人呢 带着岳俊卿提供的两把手枪 还有一把刀子 在穆先生上班 女佣谭秀玲出去买菜的时候 溜进了南昌大楼 还真没走电梯 走楼梯上到七楼 杨氏兄弟呢 就敲门 这穆太太一听 哎呦 老邻居来了 那得开门啊 骗开门之后 仨人可就进来了 用手枪枪柄 把穆太太就给敲晕了 然后抬到卧室 放在床上 再用被子蒙住穆太太 开始翻箱倒柜 在这期间 穆太太醒了 起声啊 就在那大喊大叫呼救 三个人也顾不上翻箱倒柜了 都扑向了穆太太 岳俊卿拿着刀 对着穆太太的心脏部位 可就刺了一刀 把穆太太当场杀害 随后三个人也不敢久留 抢了一枚钻剑 两块手表 一台相机 还有七百元现金之后 就逃跑了 逃跑的时候呢 还没往关上穆家的房门 根据杨氏兄弟 还有岳俊卿的交代 侦察员们呢 在杨氏兄弟的住处 搜到了另一块手表 钻戒 以及相机 至于那钱呢 早让他们给花光了 至此 南昌大楼 穆家入室抢劫杀人案 仅仅十二天之后 宣告破案 凶手杨氏丰 杨氏魁 还有岳俊卿三人 最终被判处死刑 并被执行枪决 不过呀 此时沉寂在破获命案喜悦中的端木红玉 怎么也不会想到 在不到两个月之后 一桩和本案有关的 意想不到的后续事件 几乎是让他身败名裂 那么 那又到底是怎么回事 咱们呢 在之后的节目里也会找机会 跟大伙好好说说啊 这江南神探板块 后续还会说很多 端木红玉神探啊 所破获的那些精彩的案件 好些个朋友们 其实也都有疑问 说端木红玉神探 是中国人吗 怎么这名字 怎么听 怎么像日本人的名字呢 哎 您甭着急 下回再讲端木神探案件的时候啊 我好好的给您聊一聊 行了 这个案子就讲到这儿 更多内容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